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,警政署预计赤资武议员建制新世代行动网络APP侦查相关系统中程计划,遭质疑台湾会变成警察国家,全民都遭监控。 刑事局今天澄清,这个计划只是配合现有电信系统从3G提升到4G,且执行时受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规范,不可能任意监听或截取民众手机资料。 刑事局表示,依据通保法14条及实行细则26条相关规定,电信事业有协助执行通讯监察之义务,通讯设备应据配合执行监察之功能。 目前各家电信业者已陆续完成升级为4G电信系统,但刑事局原本的通讯监察系统人数3G,已自应配合升级为4G系统。 过去建制的2G系统今年6月30日已淘汰。 刑事局目前对口为远传电信,台湾大哥大,台湾之新本三家电信业者,新世代行动网路APP侦查相关系统中成计划因应三家电信业者进行系统升级。 有媒体报导直疑,警方可因此截取私人手机资料,便向监控人民隐私权,言论自由等刑事,心事局澄清并非事实。 执法机关若要执行通讯监察,必须依通保法规定,罪行本行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,才可向检察官及法官申请合发通讯监察书,且上线监察资讯需同步传送至台湾高等法院集合,绝无可能任意截取手机资料。 有立委质疑,这个计划为开放社会参与及政策沟通,心事局解释。 本计划包含执法机关设备及技术专业,涉及科技侦查及通讯监察等执行方向,以及国家安全及治安维护,若公开后恐造成犯罪者及恐怖分子得以规避通讯监察,严重不利于国家安全及治安维护,故为开放社会参与及政策沟通。